親密俄下通通被上銬移送地檢署 走在最前方的是25歲蔡信嫌犯 找同伙衝進大樓通偶警專學生 工程師受到上層指使 但是是誰交代不清 想搶妹妹的錢 還打妹妹 吸毒 吸什麼 可以啊 你在幹嘛呢 你去警專啊 被逼拍影片承認自己 嫖季有吸毒還趁機搶錢 這時候她已經被打到全身是傷 最後被丟包 受害的警專生 現在中秋節凌晨到新北市永和駐辦大樓性交易 被惡下找上門 只有一路從樓上被追到大馬路 這名警專生是一路跑躲出大樓之後呢 是直接的跑到了這間加油站 原本是希望可以躲避對方追捕 沒想到還是被對方找到 直接擄走上車筒喔 林姓警專生19歲 警專43期 透過這套軟體尋找 來到永和性交易 付了4300 卻被指控在離開前 趁著對方去洗澡把錢偷回來被發現 打算直接搶走 惡殺先毒打一頓之後 把他盧走一路到桃園歸山丟包 附近居民對大樓裡的狀況不太清楚 發生這種事也很意外 但學生發生這樣的狀況 警專開會決意將他開除 不容許有任何違法犯計的行為 如果有違反校規 均將採取斷染淘汰的處置作為 以確保畢業學生的品德素養 他8月入學 9月被開除 雖然只有短暖一個多月 但包括服裝費 書籍費 住宿費 以及餐費等等 都必須要賠償 各處是結算之後 確認總金額就會寄罰賬單 他在校期間表現正常 沒有出現異狀 也沒有過違規的情形 但這回涉嫌买村 又被指控吸毒搶劫 警蛙等逃跑的外籍女子盜案 一一釐清實情 如果屬實 警專生也將被移毒品 社違法 以及搶奪罪送辦 TVBS新聞綜合報導